大家好,歡迎回到動漫城進攻足球的第二節,歐洲足球時段 這節裏面除了講德甲、爾甲、西甲之外 我們亦都會講歐聯和歐霸的賽事 我首先簡略去盡快講講德甲 德甲入面,白茂莫尼克贏了奧格斯堡 反而利華古信反勝了達斯塔塔,升上第三位 基本上利華古信求人得人,去現在這一刻 在德甲來講,整個形勢上都是不變的 因為多蒙特本身都是跟第三位,利華古信 跟榜首的白茂莫尼克,還有一段距離 白茂莫尼克在這一周的賽事來講,暫時還未對 稍後我們再詳細再看看 反而最激烈的賽事就是 昨晚情人節上演的意大利足球聯賽的榜首大戰 紫蘭尼克對著紫蘭尼克對著紫蘭尼克 亦都在首循環裡面紫蘭尼克曾經贏過紫蘭尼克 昨晚來講,終於復仇成功了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那段短片 現在紫蘭尼克有一個攻勢 就是一個球放上去左邊 再設定中間那裡 中場再比回這個沙龍 沙龍尼克射球 這個球去到細網仔入球,非常之漂亮 這球球其實有很多的涌等 因為這球球其實是在下半場的42分鐘 是下半場,所有的後備職員 所有球員衝殺入球場,非常之興奮 因為在當時那刻大家都覺得 這球球打和機會是非常之大 其實還剩下三分鐘左右 領隊也非常之高興 這球球裡面來講 再從慢鏡頭看到這個球 這球球是寫得非常非常之漂亮 基本上是 曲序,剛剛肯的手拿過了去 哎呀真是 是的 可以一看再看,這球球是 又不可以說神來之筆記,十年功 這球球基本上大部分的球星都是 我們可以說回這場球裡面來講 雖然是祖宏達斯 就用這個入球 是拿了三分,上了榜首 但是他和那球的距離 只是相距於一分 即是說,整個聯賽 如果說,哪隊奪標機會大 基本上是原之過早的 各位拍檔,怎樣看? 李側說吧 現在你給了祖宏達斯 去一個這樣的位置 他的信心強很多 其實你看到長球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經驗的分野 其實那個長球 拿波里的控球指數是高的 但是相反,你會看到每一次進攻 祖宏達斯的進攻是較為有危險性的 所以你看回統計數字 都看到他射門的次數 比拿波里高出一倍又多 是 一倍又多 而且中籠的也很高 這個去到最後,他贏球也合理的 接下來還有一場Falentina對著國際米蘭 Falentina也順利擊敗國際米蘭 守住第三位 基本上是將羅馬拿回來 曾經這兩場球未打之前 羅馬的分數比這兩隊球高 暫時來說升上第三 打完這場之後,羅馬就落到第四 基本上是一個幾里想的數字 基本上是 很可惜在這一屆的賽事裡 頭三位才可以看到歐聯 所以暫時第四的羅馬 還要等一個機會 能否拉這個Falentina回來 反觀,還有第二位的拿波里來說 他的奪標機會 其實跟他打這場球之前 所謂的失了一個優勢 不是失很多 其實整個聯賽 因為他現在還打了第25場賽事 25週的賽事 所以漫長路離黨 還有時間去修正 唯一一個分別就是 到歐聯重開的時候 因為我說過歐聯和歐霸的分別 祖雲達斯是打週中的 歐霸是打星期四的 幸好以甲習慣上 星期六正常 有少部份的賽事會放在星期六之外 大部份都是放在星期日打 但在祖雲達斯來說 比拿波里多一日時間休息 基本上是 就看看拿波里能不能克服賽程的問題 還有第二 祖雲達斯雖然現在說15年勝 基本上是一隊球 大家踢球這麼久都知道 大球這麼久 數字遲早都會斷 一隊球沒可能被你咬下去 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強於茂尼克 他都不可能 對,沒錯 不可能 因為你始終去到差不多 就會鬆下了 特別你贏得太多分 差距太遠的時候 你就容易 所以有一件事 祖雲達斯相反的就不同 他可能會保持久一點 為什麼呢 你看到他贏球不是大比數的 每一次就是他贏了就夠了 總之我贏了你球 他們會不會輕率 這個就是各球員經驗的問題 他很清楚自己在體能上 可能沒有人來球生 所以他打球很穩陣的 還有後面最後一關穩陣很多 始終你是比較你的信心會強 還有你的打法是趨於穩陣的 打法是保守的 不需要急進的 你是比較容易的 不同一些贏啊贏啊 一顧著贏的 很容易被人相反一次機會得了 你就慘了 所以祖雲達斯那些 你贏了一球 你不是那麼容易追到他 他們防守很緊密的 還有他的經驗很好 你看他每一條線 都有一個很有經驗的 級數的球員 你變了你有打法 特別你祖雲達斯後面那幾個防守 真是穩膽來的那些 即是好說 有鐵三角龍門搭兩個後衛 沒錯 所以你不是那麼容易贏 他輸球也不會輸太多 這個比較容易保持 在這一周的賽事完結後 接下來祖雲達斯能否保持優勢 否則他一分的差距 其實和同分 我經常覺得一分和同分 你不是計算到三十多州的話 其實分別不大 沒錯 我們說回西甲裡面 王家馬得利打了頭場 在今州的賽事入面 4比2贏的畢爾包 華麗簡勞和希航2比2打成名手 維拉利21比0贏了馬利加 加利利維利終於贏了球 2比1反勝愛斯敏盧 基本上是 減了一些壓力 拉方龍亞2比2和貝迪斯打成名手 3比0王家蘇斯達贏了格蘭特 西維爾2比0贏了拉斯彭馬斯 伊巴2比0贏了利雲達 這就是綁尾大戰 馬得利體育會緊索贏了基達菲 巴掌龍亞真是報仇雪恨 4比1贏了首長環 次長環是6比1贏了你 基本上是抗打你 整個西甲聯賽榜的形勢 巴掌龍亞仍然打少一場 以3分差距 Hack著馬體會 54分 少一分的王家蘇德利 仍然有剩下機會 守著第3位53分 維拉利利48分 又是出現差距 和西維爾第5位 有8分差距 動搖不到位置 反而利雲達雖然輸了球 但他和英超是不同的 因為利雲達現在17分排第20位 加倫拉達20分 3分差距 巴拉斯彭馬斯21分 接著下來的22分 還有數字上機會追上去 反觀埃斯坦奴 慘一點 在一個鬥差的情況下 被華人西亞贏了 他跌到一個護級邊緣 差一點點 然後講完這裏之後 講歐聯的戰況 歐聯的戰況入面 在這一周的賽事入面 賓菲加對申尼特 星人以門對著車路士 18日星期四 羅馬對王家馬得利 珍特特對著和夫斯堡 不如我們講賓菲加對申尼特 申尼特本身是波拉斯在那裏教 成績不錯 是全勝榜首來出線 賓菲加反觀 雖然在主場對申尼特 會否比申尼特難過申尼特那邊 其實新尼特這隊球是不頑皮的 我覺得他年年去歐聯的成績 都不會太低 就算去分組賽 可以出眼 雖然他不是說很好球 但是他們打法是很實際的 你去到賓菲加 其實球會來說 或者是不同的 基本上葡萄牙來說 現在差不多 你在歐洲來說 你跟申尼特差不多級數 你不會好像以往 你是高級的人 是 我想這場球 賓菲加唯一的 可以恃住一個主場的優勢 去跟他周旋 相反 第二個回合 你去做一下 你可能會遇到困難 是 這個情況 如果你不可以大比數拋掉 贏了申尼特 他第二個回合 會分分鐘輸了 但是連之前贏的都沒有 所以我想 如果是賓菲加教練 你要想怎樣去爭取入球 是 阿芬呢 因為 都是那句 歐聯的注意力 集中點 或者每一件事都很旺盛 而我又覺得 申尼特這對球 就不是今時先揭 其實是之前 不過因為我們傳媒焦點 就很少說到蘇聯聯賽 其實他不覺得 他買了很多 我們所謂過氣的球星 而波瓦斯我們知道 因為之前在車路的時候 他還可以的 但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可能是過早 但是他現在去到新尼特 我覺得剛剛正適合 他這些在歐洲其他 一線尾二線頭那些 還有 他是熟知葡萄牙球隊 他是波圖 所以我在這個角度 我都覺得 申尼特有機會 有機會 我和阿芬的角度一樣 我不要說申尼特一定贏 我覺得在這場球 他應該可以全身而去 是可能和局帶下去前回合 不難的 基本上是 因為他本身對球的氣勢都很強 基本上是 所以我不是說 他唯一要 就是看下主場的利 拿不拿到 所以爭取入球 如果不然 你去到第二個回合 你還是會輸的 反觀第二場球 就是車路士作限 這個回憶聖日宿門 車路士很坦白說 我首先說 我覺得車路士這場球 並非會太差 因為首先 其實對球應該是回來了 基本上是 為什麼你看到聯賽成績 打得不太理想的位置 那群球員 說真的 如果心態好 就不會弄到如此填地 但是 因為本身 希丁克也是一個打大賽經驗 還有這群球員 是選球踢的 可以這麼說 因為在聯賽中 我看不到自己可以去到多遠 就算車路士今季 以第七名 第八名 還有第十五名 收獵 沒有問題 那群球員不覺得 要贏到什麼 要不出盡力 但反過來 歐洲一個歐聯 但大舞台來說 整群人都會 聚回來 精神上是 其實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歐聯他們可以去展示 找更好的飯票 但問題是 巴雷星日耳門 你發覺這對球 他主場表現特別好 其實你很怪 好像伊巴謙莫維 一個這樣的身形 現在年紀又這麼大 你不覺得他有腦袋 他還表現得很厲害 就是贏了 問題是 你在這一刻 車路士的前鋒 給不給到壓力的對手 其實巴雷星日耳門的後衛 都不錯 也有一個困難 前車路士的後衛 沒錯 爆炸頭 沒錯 他很熟知你們球員的路數 你會有一定的困難 相對之下 我覺得車路士的後衛 是否能掐制到伊巴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其他 第二個人 雖然他說 好像單天寶自尊 還有其他巴雷星日耳門的球員 都不頑皮 特別在本土那邊 即是夏沙達那些 全部由法國球員過來 就是 我會看好巴雷星日耳門 還有一場球 然後18號 羅馬對著王家馬得利 正常來說 如果發揮得理上 以羅馬的後防線來說 都很難 我相信在這一刻 黃馬會出盡九牛二虎 因為在國家的本土聯賽 他都未必可以上去 即是 即是 即是他死追載 可能去到尾 都會輸一分 兩分 給巴塞 唯一他要保持他的威勢 他就在歐聯那裡 去到尾 可能大家 黃馬和巴塞 再爭過歐聯冠軍 也好 我便在那裡再打 即是 給他有機會在那裡贏 拿到杯 所有的東西都掩蓋了 沒錯 所有的東西掩蓋 失去歐聯賽不是問題 因為我在那裡 雖然我有機會參加 現在如果我贏了冠軍 我再有機會參加 就不同 沒錯 相對看祖恩達斯一樣 我不管那麼多 我組織好 之前輸沒關係 我慢慢做好 整理好他 一直打好上來 這個就是大賽 對一些大球會的吸引力 而且他們寧願在那裡 挽回他們自己 在國內的聲譽 這個不同 剩下最後一場球 就是珍特對著和夫斯堡 珍特本身是比利時球隊 和夫斯堡雖然在德甲聯賽 排在幾下游的位置 但是在分組賽來說 他有點不失禮 贏了晚聯 蘇聯 而翠飛燕樂 彈奴薰 出線的 握住他 這場球會比較清新哪隊 我會看珍特 因為這隊球 這隊球 在分組賽 令你有驚喜 是這隊球 出到線 也不靠邀幸 應該去本土主場來說是比較好處 因為和夫之寶現在都在低潮期 你更加去到作客 你又不敢輕舉妄動 你可能在保守之下 就會給真特小勝 講完歐聯之後 接下來的那天就會去歐霸 我看歐霸的戲碼 近乎是不會信息得過歐聯 有些都是用第三名 踢歐馬 我先講一講 起碼重要的戲碼 多夢特將會主場對著波圖 Falentina主場將會對著近方達勇的熱刺 兩對波都不是太差 西維爾本身對著莫迪 而米迪蘭特將會對著曼聯 曼聯我不知道會踢什麼波 說真的 維拉里爾對著納波里 這兩對波都近方都不是差 西甲本身對著納波里 馬賽對著筆以包 較為信息少少 華倫西亞 加利利利 以這些賽事來說 表現不是太差 對著維拉納進出隊 奧格斯堡雖然輸給白茂尼克 將會對著利物浦 斯堡廷對著利華古迅 加爾塔沙羅來對著拉納 斯堡克04狀下將會對著薩哈達 薩哈達本身在歐聯表現不是太差 如果我先講講幾場波的戲碼 多蒙特對著波圖 這場戲碼是很勢力的 明白 我認同 多蒙特來講 處於德甲聯賽第二位 波圖亦屬於前列 亦不是差 我覺得大戰可忌 第二場波就是霍仁天娜 雖然他現在排第三 但對著熱刺現在排聯賽第二 兩對波都是勢力的 兩對波的比賽風格都有不同 兩對波的狀態都是檔頭戲 唯一一件事 如果第二次踢完場球 接著來聯賽怎樣踢 這個陣容要看看 一個有經驗的領隊 他會想在這個杯賽牌 他想怎樣調節他去打 或者他可能場球 如果給我 我是業次的 我不急於去贏 我保守不失球 即是拿回保險 甚至乎在那裡 如果爭取到入球之下失球 都沒有問題 即是入球之下輸球 都沒有問題 起碼有一個作客入球 拿著兩手就好很多 這個應該是這樣 反觀你回去 你又要應付自己的本土聯賽 如果你作客貿貿然去搶 那時候 咬一筆腎便會大件事 到時就促進不了科 接下來 米特蘭特 將會對著曼聯賽事 曼聯來說 因為現在他踢完這個比賽之後 他亦都有一場足總盃等著他 其實現在來兩場都是一個盃賽 要看看雲哥爾又會排一個什麼陣 兩對球排面上 就不是很強 因為米特蘭特 都不是一支歐洲的勁女 雖然曼聯是作客 他無論如何都要部署 因為曼聯不是很強 而且回到23號 他會對著梭士貝利利 在英格蘭的足總盃裏面 就要看他怎樣打 未來都是在打一杯賽 曼聯是 看看雲哥爾會怎樣排一個什麼陣 因為曾經試過 雲哥爾對著這些藥女 去年來講是陰租女翻船 他可能是 看高自己 看得到別人 不是 他是升級教練 升級教練那些只是曉隊強隊 藥隊不會想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他又會在藥隊失分 這樣他就輸了給新特蘭 接下來的賽事裡面 沒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的 藍波利將會作客維拉里爾 我會很想看一場賽事 就是華倫西亞對維拉里爾迅速 看看嘉利仔怎樣調教 說回嘉利仔的賽事 剛才說過 今週那場西班人賽事 我有看完 其實就是 嘉利仔 我看到他教 應該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問題上 我原來發覺 華倫西亞的賽事 技術不太上成 就是 他們一貫西班人的打法 控球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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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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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尼加杜把整个华伦西亚的前线改变 他不单止自己进入球 还有他做了很多船锋上的事 相等于刚刚的利物浦 使得列治一出来影响了整条线 芝田为何这么小踢 我不明白 是否他真的弄得这么高 他的态度又很熟悉 这个很重要 说起利物浦 阿芬说一下 利物浦将会作客 高普对欧霸就不会陌生 奥格斯堡更加陌生 他也得过舅女 我觉得应该大战可期 虽然奥格斯堡是处于几下游的位置 但其实都有一群 但又说回来 现在利物浦的焦点在英超 还是欧霸呢 那倒是 你说得非常好 如果这样 自己也不是很多冰原 去想到如何踢的情况下 他有很多双兵 是 利物浦说笑 我当你尽了级 你会不会去到八强 四强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今年的利物浦 如果是这样 就好像说 你敢不敢在这里放弃 我不是说打架球 放弃 就是找一些新人去调节 因为你在英超 你爬到某一个位置 你下年还有机会参与这些 如果不是你一个不个人 在这里打散了自己 我没有必要在这些金届里 拿什么成绩 你下年还可以有个好成绩 就是这个 我在这个建基于这个焦点 我就觉得 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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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高普 所有球技都不要那么上心 我又相反 我觉得这场球 我觉得高普 不会像你们这样想 高普是 因为他是回到德国 我就要威胁 我觉得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他也很清楚 德国的球队 高格斯堡不是一个 15个狂人队 还对 没错 阿芬说的就是 怎样排 我又不觉得他有机会 爬到上去 去争欧联的一席位 所以他 如果是我 我一定情愿在这里要赢 愈赛愈粗 我打好一点 赢做回去 赢到就赢 赢不到就算了 不会放 放远手脚 不要留一些 人类有修阳生息 没有必要 反正还有一样东西 使得烈志出来 伏了 要更加有些大赛 让他去操 你应付将来的东西就是要的 你不是说不要了 这场球 你休息吧 我不觉得 你可以不要让他打足全场 一定要让他出去踢 踢半场也好 让他把大赛的气氛带回来 很重要 你会看到很简单 以前废哥的东西就是 这些一定要被那些出去踢 这些要被这个踢 这些怎么样 他会执得很清楚 这个很重要 没错 他现在都受到双兵困扰 没办法 你那边都反正不是什么好成绩 打入高一弯低一弯 这些波 对不起 如果照李sir刚才这样说 我反而有一件事 我反而看他利物浦主场对什么 因为 奥格斯堡你所说 是 现在奥格斯堡主场 是呀 就是刚才我说不看好利物浦 但李sir刚才的分析 我反而觉得 如果建基于李sir刚才这样说 我都觉得有可能 但是如果这样说 我反而 我期待就是他 对不起 我不理他今场 奥格斯堡对利物浦 听成怎样 或者利物浦可以保守 不失波就行了 如果李sir刚才说 给那些球员去 拿一些大赛经验 我反而想看利物浦主场对奥格斯堡 原因就是说 如果他在一个作客里面 有一个好的成绩 或者有一个不失波的情况之下 你怎样在英国利物浦主场 再去发挥利物浦 我觉得如果两场都表现好 那个势头就会令到球员 球迷 领导层 就会有个 真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高普是半途 加入来 没错 没错 所以就说 我之前去分析过建基 就说我其实是想等着你 可能我们想高普 我慢慢收拾 我慢慢收拾 然后下年 正式球队开始 这个才是我高普的利物浦 我觉得 他一定会打 因为反正他不和其他 有第二场赛事 他今周没有赛事 就是仰英国出总盃 他很放心去打 没问题 他打完 还要有很长时间休息 等到第二场主场 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拼命去打 在欧洲的赛事 这一周赛事 大致上我们都到此为止 所有的战果 就留在我们再详细 在礼拜五做一个分析 在未来的第二节时间 就是这么多 拜拜 记得留意第三节 我们还有香港波士练 OK